在一些医病的祷告会或是布道会当中 有些人得到医治 有些人没有得到医治 当然一个人得到医治的原因有许多 但是其中一项就是自己本身的意愿 我们可以从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 看到这位夫人非常想要得到医治 她已经花费了一生的积蓄 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一生没有使她病情得到好转 反而是更恶化 或许她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她就是鼓起勇气来 到群众之中想要触摸耶稣 就是想要得到医治 很多基督徒祷告想要得到医治 可是他们都没有这样的迫切想要得到医治 只是心里想想试试看就好 却没有那种迫切感 甚至带着一种有得到医治也好 没有得到医治也好的心态 难怪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医治 这女人得医治之后 耶稣说了 女儿啊 你的性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病痊愈了 所以不相信不迫切的想法 都会拦阻我们得到医治 往往这些神迹奇迹的发生 都跟我们的想法与态度也有关系 耶稣是最好的医生 他到各处为人祷告 病得医治 被鬼附的得释放 但是耶稣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 却没有神迹发生 只是为几个病人按手祷告 这是记载在《马格福音》第六章 这是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是他们并不相信 耶稣能做什么 认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家乡跟他们一起长大 那耶稣在那里 不能得什么样的异能 不过就是按手为几个病人祷告 治好他就离开了 耶稣非常诧异他们的不幸 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其他的 或许你现在生病了 你需要从神而来的恩典医治 不要失去了信心与盼望 耶稣或许要透过许多方式来帮助你 医治你 虽然有时候神不直接医治我们 但是若我们失去了盼望 这样会失去更多 不只是失去健康而已 甚至我们灵里会受到损伤 无论是一位姐妹 她虽然癌症发作 但是每次祷告她都会走出来 请大家为她带来 她就是依靠神 也可慕神的医治 经过一段时间医院的治疗 最后也得到了控制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疾病困难 愿我们仰望那医治人的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